今天许愿会非常灵验 家人们你们许愿了吗 今天六月三十 很重要的日子 也有很多的好消息在发生 好消息莫过于第一条了 那就是对于入境人员 实施七天的集中隔离 跟三天的居家检测 对于目的地是长三角洲的 还是依然一样是闭环转运 第二是对于密切接触者 是实行七天的集中隔离 跟三天的居家检测 第一点是跟我们入境者都一样 第三点就是说密接的密接 就是在家里居家隔离就可以了 这也是非常的好 第四点就是七天之内 你有去过高风险的旅游时的人员 到达上海之后是要实施七天的集中隔离观察 你去过高风险地区回来 一定是要集中隔离 预防传染了给你的家人呢 第五点呢 对于七天之内有去过中风险地区的旅游时的人员 到达上海之后是要七天的居家隔离观察就好了 其实呢居家隔离呢 是最棒的 因为家里是你熟悉的环境 而且家人也能够照顾到你 还有你的心情也会很好 第六点呢 就是说你七天之内 有去过低风险的地区的旅游时人员 到达上海之后呢 三天之内你只要做完两次的核酸检验 做好自己的健康监测就可以了 现在也不用什么隔离了 第七点就是说呢 相关人员呢 应该按照国家和上海市的要求 展开呢 相应的核酸检测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七天之内呢 至少要做一次核酸 所以呢 每一个礼拜呢 我们小区里面 也会在周末的时候 举行一次核酸 当然呢 我们小区里面的135 还是有做核酸的 我们为了要能够 不知道什么时间出门去坐公交啊 地铁啊 或者是一些有长所码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也都会去做 第八点呢 就是说上述的这些思思呢 是在2022年的6月30号零时开始 哇 就是今天了 我们经常有出路径的需要 或者是要到处乱走的人来说 这是真的是天大的好消息 因为呢 不论是在于成本上面呢 或者心情上面呢 还有时间上面 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家人们 让我们一起祈祷 疫情快快退散 回到以前的正常生活 世界重新开启 这一周 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 拜拜